好,我们一起讨论《道德经》第六十章 四大谷若彬小仙,以道立天下,其鬼不神,非其鬼不神,其神不伤人,非其神不伤人,圣人大于伤人,夫俩不相伤,不得交规影。 六十章讨论是以大道主导治理天下的精神,或者说把大道作为治理天下的精神根基, 它的具体的这种特质和具体的展现,首先老子用这个治大谷和喷小仙连在一起,用喷小仙来描述治理大谷。 所以喷小仙,小仙我们一般的理解为小鱼。大家有喷煮经验的人都知道,煮小鱼那是不能动的。 小鱼一动,在热水中一动就烂。因此,这个喷小仙所表达的是不去干扰对象,不去改变对象。 这样一种基本的特质。 那么治大谷在老子看来,喷小仙没什么两年,所以喷小仙,所以治大谷都和心的精神就是, 不去扰万物,不去改变万物,不去改变万女,不去改变祖福的本性。 那么老子说,这个以道立天下,吸鬼不神。 核心的精神,治大谷和喷小仙,核心的精神都是,要以道作为精神的根基。 把道作为治理天下的根基。 那么,道的精神成为天地人物,成为神地的精神根基。 也就是说,道决定了天地的精神道路,也决定了人,决定了物,决定了鬼,决定了神的精神方向,道路。 这种精神方向的道路,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节的自学。 道给予了天地人神万物以自学。万物只有寻道来动,才能获得它的一个正常自学。 所以,其鬼不神。神是灵异。鬼在什么情况下,灵异呢?鬼所发生。 这种灵异的状态,但是相对于正常状态来说的。 一般来说,鬼出现的总是在正常的秩序被扰乱。正常的秩序被扰乱。正常的秩序被扰乱的情况下,灵异。 才会发生它的作用。灵异才会,所以其鬼才神。 我们说这个乱是多鬼是,乱是多鬼是。在自是人圣国。 那么老子这里,当然要讨论如何有乱是,有无序到达有序。 所以,它核心的当然是要将道作为天下万事的根基。所谓以道一天下,其鬼不神。 鬼不再发生作用,不再显示它的那种外意淫逸的作用。 那么,其鬼不神所表达的,是对神的,对鬼道的一种拒绝,超越。 我们说第四章,向上帝之先谈道对地的超越。 第六章,将道规定为天地根,还完成对天地的精统超越。 三十八章,我们说,老子给出了价值普系,道德、仁义、理智。 道呢,还在第一位,有价值优先性。 那么,道规定的德、规定的仁义、规定的智,以道为尊。 那么,在这个意义上,万物才能获得它内在智慧。 所以说,道决定万物,决定天地、人、神,它的方向、道路,一个秩序。 这是老子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架构。 老子主要追求的,那就是要让天地、人、神、万物都能够按照道来运行,来展开。 当天地、人、神不按照道来展开的时候,那么,这就是不道的凸击。 不道就是秩序的上司,就是远离大道,就是趋向强道。 对于天地来说,不道就意味着天地之反常。 对于人来说,人之不道就是人,意味着人之无序,人之反常。 至于鬼以神来说,同样的,鬼以鬼道,按照它正常的秩序展开。 神以神道,按照它的秩序展开,这是正常。 那么,这就预示着秩序的上司,秩序的一种混乱,秩序的混乱。 所谓,这个以道立天下,其鬼不神。 主要是由道立天下,来主导鬼,主导鬼的展开。 超越鬼,超越鬼,鬼道。 非其鬼不神,其神不伤。 不仅仅鬼,神,一而那而道,道也秩序之下。 我说,鬼要依道也行,神也要依道也行。 所以,鬼和神都依照着大道展开。 这就是,非其鬼不神,其神也不伤人。 鬼神,如果都能够按照道的方式展开, 都能够锁度自身,都能够不改变自身, 同时也不改变它子。 所以,鬼按着鬼道,那就是守鬼道。 就是我们前来说的,能够既不把自己的意志目的加入它子, 同时也不会取它子来救济。 对于神来说也是这样。 神,当然我假设了,他有的话,老子这里没有疼的,有没有。 神,他如果要按照道展开,那他也是既要锁度自身, 神,同时不移体加于人。 因此在道的秩序之下,鬼和神都不伤人。 伤意味着改变。 即使这种改变可能是减损,也有可能是争议。 因此,奇鬼不伤人。 所表达的是,鬼神按照道展开,守住自身, 同时也能够保证万物,不去扰万物,不去伤害万物。 所以老子说,奇神不伤人。 鬼,他的展开的时候,按照道展开, 他不会改变人,也会改变物。 这叫不伤人。 非奇神不伤人,圣人也不伤人。 鬼,按照道展开。 一道令天下,圣人也一道去治理天下, 去治大国,治天下。 因此圣人既能够自守,也能够守住万物的平行。 我们前面一再说, 以道的方式来展开人与物的关系, 自身能够独立而不改变物, 周行而不带变物。 同时万物也能够独立而不改变物。 人不改物,物不改人。 人不扰物,物不扰人。 所以圣人能够自觉地, 以此而为。 因此圣人亦不伤人。 不两不相伤,不得交非也。 两不相伤。 那么一般说,所谓两不相伤是指, 鬼不伤人,圣人不伤人, 交非与民。 交非与民,或者交非与道。 当大道逾临天下, 万物包括鬼神,包括天神, 各自的本性都能够得到守护, 得到完整的展开。 人能够不断地撤回, 对万物的这种干扰之下。 万物才能够真正地按照自己的本性展开。 这是一种老子所设想的一种理想世界图体。 在这种世界图体之下, 有道撤上撤下的, 不仅统治主导天地, 主导人, 而且主导鬼神, 主导地。 所以这种大道彻头彻脚, 完整彻底的实现, 对这种天地之间, 这种自然界和精神界的完整的一种主导, 这才能够真正实现, 真正实现大国的智力, 它的理想。 那就是人物, 本性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, 这种舒服的展开, 完整的展开。 好, 这是六十章的基本概念。